由桃园县政府举办的金牌好店评鉴活动已经迈入第五届 今年特别邀请六位美食达人担任裁判 从112家参赛业者当中选出30家金牌好店 县长吴志阳表示希望所有来到桃园的旅客 都能够品尝到金牌好店不同风味的美食 五彩鲜玉米 大西跳跳虾 龙衣虎皮锅贴 奶油牛肉烧 红酒鹅干手工宽面 30道美味佳肴都是获选 今年桃园金牌好店评鉴的金牌美食 那白玉萝卜它本身最特别的是 它旁边有这个分子料理球 所以它里面切开之后 那百姓果酱汁流出来 再配上那个鹅干的那个油脂的润滑的部分 就会更清爽更美味 30道美味专人解说料理秘诀和特色 包二奶 就是传统梅干扣肉的原味 所以用五花肉的部位呈现出色香味型 即具有线条美感的创意美食 滑蛋盖饭 那本身是一个国民便当的观念 那滑蛋本身蛋汁非常的软嫩 那同时我们这个树肉的部分 最主要是用新鲜的豆签 然后再加上好的金针菇 不同风味的美食齐聚一堂 不管是本地料理还是异国佳肴 有小吃的精简实惠 也有五星级的精致奢华 这些在评鉴中脱颖而出的店家招牌菜 满足食客们的不同喜好 业者也在良性竞争中提升品质 我觉得业者他们都非常的用心 然后有去思考说怎么样来呈现 让他们的餐厅的水准更提高 对业者还有对消费者都是双赢的一个策略 世界各国的料理还有各个族群的风味餐 在桃园都找得到 所以我们慢慢的 我们希望能够成为一个美食之都 金牌好店品鉴活动已迈入第五届 业者发挥实力提升水准 也让更多的民众品尝到创意又美味的美食料理 新唐亚太电视胡淑霞张延杰 台湾桃园采访报道